大家好,我是Jimmy 欢迎来看我2019年12月日本之旅的Diobu 今天是一天鬼怒川温泉的玩一玩哦 首先我先跟你们介绍我这次住的地方 Portel Nikos Station 2 好像是刚新建不久 我一个人一个晚上马币大概200块 而且他离东吴热光站走路才5分钟 说到鬼怒川温泉就是来泡温泉啦 除了泡温泉之外 第一个我要介绍的就是热光江湖村啦 热光江湖村其实是 让你仿佛回到了江湖时代的一个主题的园 如果你住在热光站的话 记得要看我这里的介绍 让你找最便宜买的热光江湖村的方法 和如何到达江湖村哦 首先你必须到达JR的热光站 它的对面就有Nikos Station Hotel Classic 你就在这里面购买热光江湖村的票 热光江湖村的票原价是4700日元 如果你是用通票的折扣 才折扣10%需要4230元 可是在这里购买只要4000元 把好票给我出来 从这里过一个马路走到这里 这里就有到达热光江湖村的免费巴士可以搭 上面有来往的巴士时间哦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从热光站到热光江湖村 搭火车还要转车还要转巴士才可以到哦 让我们开始进去吧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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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里面呢 刚好有Oiran花葵的油行 我给你们看一看吧 没吃完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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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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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